欢迎收看谈古论经画中医 旌旗是伴随女性朋友从青春期一直到更年期的好朋友 也是女性的健康指标 做好旌旗的保护以及护理 不但可以帮助我们防老还可以抗病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彭彦廷医师来到现场 彭医师你好 美丽大方的主持人你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彭医师我想旌旗跟我们女孩子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旌旗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以及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旌旗护理的好 对我们女生的健康 或者是说心理都有各方面的一个调试 或者说它是有帮助的 那中医看待这个旌旗 其实自古就有它的一个定论 因为股呆的时候就对我们生长 有一个周旗的数字去做解释 是 有没有听过女七男八 有 女七男八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女生的话其实她每七年 她会做一次身体发育的一个改变 所以呢 那个我们皇帝内经上古天真论里面 它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 就是说女子七岁的时候 她胜气胜 胜气呢 就是说我们先天营养的一个基因的一个物质 她这个时候在七岁的时候 她开始充足了 所以这个时候开始要 小朋友要开始有一点发育的前兆了 那所以她会指跟法长 有一点要成长的感觉 那么在第二个七岁的周期 二七而天窥至 任脉通 太冲脉胜 越是以时下 故有子 这个阶段呢 她就是说 我们女生这个阶段有开始 她有一个荷蒙 身体荷蒙的反应了 这个时期她的充脉 她的任脉是通的 所以呢 她孕育我们的女生 有一个那个可以有 开始有育灵的一个生育的反应 这个时候月经就开始来了 是 所以其实以前照这样 古人的一个计算跟那个时间来看 其实女孩子从 当然我们现在的国中时期 那在早期我想这个时期也就是差不多准备要出嫁的时期了 对 没错 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国中学生嘛 是 那发育当然它的这个是一个周期的一个大概 那可能有晚或是早一点点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环境荷蒙或者说我们营养的 饮食的营养够不够 它有一个相对比例的变化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天葵就是说我们现在西医讲的 现代医学所讲的那个生殖荷蒙系统 是 其实大概在二期这个周期的时候 它的发育是最完整的 所以这个时段是最正常的现象 太早太晚都比较不好一点 所以在临床上现在来看就是有关旌旗的一些问题 应该也是蛮多的 尤其现在整个就像您说的环境荷蒙素 还有食物的关系 很多女孩子的发育都可能不是在那个二期的时候 可能更早之前就已经有越进来的一个现象了 对 就有一些那个性早熟的现象 这个是因为可能饮食上 你吃了太多含荷蒙的饮食 其实现在环境荷蒙污染比较严重 那我们可能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呢 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多去摄取这方面的知识 是 那如果遇到经济上的问题 中医是怎么样辨真论质的 所以这个月经对我们女生来讲真的很久 因为我们从比如说二期天魁痣 开始有这个月经 到一直到我们七期四十九 我们要更年期这个时间 所以呢 我们妇科那个临床门诊中 最常遇到的就是女生月经困扰 月经不顺的问题 那其实你的月经不顺 常常会隐藏着一些我们 就是生理妇科的一些疾病 所以我们要一旦有一些不顺的问题啦 或者说一些甚至觉得身体不健康 不舒服的状况 一定要赶快看医生 在你的临床经验当中 去看妇科譬如说经期的问题 大部分是哪几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呢 通常是那个第一名就是月经痛 有痛经问题的 这真的是很多女性朋友的耶 对 那大家是觉得其实很多小女生她觉得懒得看医生 或者觉得吃个止痛药就好了 不碍事 马上就好 其实止痛药它的效果在于止痛 但是它并没有针对你的问题做调理 所以你如果只是偶发性的可能是心理上拉 或是压力等等引起的那个痛经 吃一点止痛药也许不碍事 但是如果你有固定这样子的困扰的时候 建议你一定要请那个专业的医生帮你做体质的调理 或者是说判变你的原因在哪里 对你的身体才不会造成疾病 我有听过医师说过 其实我们的那个子宫其实是没有神经的 所以其实正常来说子宫是不会痛 那如果会痛经应该是其他 譬如说拉到韧带啦 或是怎么样 或是在收缩的时候的痛 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我们所谓的痛经 它有两种 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内分泌的失调 第二个是说我们脏器里面 五脏六 比如说子宫也好 软潮里面它淤足了 有长东西了 像我们子宫肌瘤啦 或是巧克力囊肿等等 它因为淤血不通的时候 不通则痛 它就会有这种疼痛的感觉 所以它主要是在 或甚至是有一些发炎的现象 骨盆腔发炎等等 都会有可能造成感染疼痛 所以其实临床上 痛经应该都是很多其他妇科的疾病去影响它造成它痛经 对 那在临床上第二名的是什么 其实最近越来越多看到想要怀孕的妇女 没办法怀孕是为什么 经期不稳定 经期不稳定 那这根就你知道 其实它是有点软潮早衰的 这个软潮早衰 其实它有就是那个年龄层下降的趋势 因为其实现在人啊 就是生活习惯比较不好一点点 熬夜晚睡 再来就是冰凉的冷饮吃太多了 这个都是造成我们妇科的疾病的一个最大的凶手 对 那软潮早衰也是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开始有家庭想要怀孕的时候 会常发现说它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先前就已经知道了吗 这个我们的生活习惯 压力等等都会造成软潮早点退化或子宫萎缩 慢慢的不规律了 这个都可以做判断 那我们要知道月经不规则 它有几个阶段其实是正常的 反而是正常 为什么 小女生刚来出朝的时候有月经的时候 它天魁还没有发育完全 它天魁还没发育完全的时候 它的月经周期就会比较混乱一点 但是它是有期限的 大概是在一年左右 那再来就是还有两个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玉玲 就是产后的妇女 那在哺乳的时候 它身体做一个急剧的荷蒙的变化 那它这个时候也会有一点不规则 再来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可能更年期前 那个天魁渐渐萎缩了 渐渐变少了 那就会有适当的月经 越来越少不规则的情形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形 就不要害怕 但是也要稍微去了解自己身体 它是一个正常的 但是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它 是 那观众朋友 等一下我们再请医师帮我们分享说 什么样的体质 或者是我们丈夫之间 哪里失调了 会产生我们的旌旗上的问题 我们刚刚了解了旌旗不顺 更可能会隐藏着 我们影响我们身体上有一些疾病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 不同的旌旗不顺 到底是什么样的丈夫失调之间造成的 对 刚刚讲到说我们月经最常见的 就是除了痛经之外 常常会有一个就是不规则 对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正常的月经 它的周期大概是28到35天 是比较正常的在我们中医来讲 是跟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 内分泌的调理有关系 那它的量的话也不宜太多 一般来讲50到80左右 那应该是说也不要有斜块 这个是属于正常 没有比较没有情绪的这个月经的状况 那临床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月经的周期不规则了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月经它时间缩短了 好像在28天以下 如果你偶尔有这样的情形不要担心 有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变化 偶尔的压力影响到 有这样的突然偶发性的一次 我们不要突然就是脚腕过正 让自己心情放轻松一点 它内分泌自然会调理回来 但是你是比如说连续性的 可能三个月半年都是这样 你的身体可能就有一个前兆 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脏腑或经络 出了一些毛病了 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说 月经它提前了 主要呢它可能有两一种阵型 一个就是血热 血比较热 对 先血热 什么叫血热呢 我们知道说平和的身体的话 是温和的 血热会忘形 它会让你的经提早过来 提早出现的时候呢 这种人其实他会比较有一个情绪焦躁 灶热便秘长痘痘这样子的状况 那月经其实缩短的 那血经其实缩短的时候 它可能合并有一些比较粘的血块 它其实都是一种发炎感染的现象 这样是发炎感染的现象 比较容易是 像我们就是以现代医学来讲 怎么样子的血热体质 它可能有怎么样子的疾病 常常可以见到就是比如说子宫肌瘤 或是巧克力囊肿的患者 它容易有月经的 可是这种血热型的 它的量是多的 它会有一点 类似有一点好像血经血量比较多 甚至崩漏的一种现象 那它会有隐藏着这样子的疾病 另外一种呢 是气虚 气虚的人呢 它平常 你可以看到它 除了说它的月经的周期变短之外 它的好像我们终于讲气跟血是两好兄弟姐妹 有气的人 他血液循环才会好 那你血液循环要好的人 你就要注意你气的调养 所以气虚型的人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推动他的血 那也没办法去跟着他运行顺畅 所以呢 它会造成我们的血经血量过多 是突然间的 突然间的 然后它会那个周期会变短 越来越短 那这种人呢 常常就是会很明显的一个气虚的症状 比如说讲话有气无力 无精打采 懒洋洋洋的等等 或者是会有一些腹泻便秘的状况 它都是是这样子的 所以您刚刚说的是血热跟气虚 那 旌旗可能跟五脏六腑之间的协调 应该也是有关系的 对 我们女生 只有月旌旗的时间缩短 它有时候可能是很不规则的 有时候好像十几天就来 有时候拖了一个月两个月都没来了 那有些人就会担心啦 我这样子我要怎么怀孕 其实你这样压力越大 它这种情形反而不会改善 是情绪的影响 对我们叫肝愈 肝气愈结 因为我们终于讲 这种情绪压力 是跟我们肝脏有关系 肝脏呢 它是需要保养的 它是需要疏通的一个器官 那它也藏着血 它养血的功能 那它不疏通的时候 就会针对我们的水分也好 血液也好 情绪也好 神经也好 有一个紧绷的状况 就会造成这样不规律 所以啦 有一些在调理干预的女生 在调理过程中 洪医师 我昨天大哭了一场 后来我月经就来了 对 因为它干击输血调打之后 其实它就是一个 输压之后输血之后 它月经的周期它就来了 所以我们在调理的时候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哭也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反正就是让你的情绪 或者输解 哭也是一种蛮好的输血跟排毒 真的吗 排毒 对 压力是一个毒素 所以我们在就是说 这种干预型的月经不调的状况下 你可以做一点运动 或是吃一点点甜食 做自己开心的事情 可以吃甜食了吗 对 当然你吃的甜食 你可能就要考量一下 那当然偶尔偶一为止无法 这是有对你的生理周期 是有帮助的 是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可能血液跟肾也很有 这脏腹也很有关系 所以肾也会影响 我们的经期上面的紊乱 或是不规则 或是疾病吗 我们知道肾就是 我们中医长的主导 我们的内分泌 生殖系统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有一些就是卵巢 早衰这种人 它有呈现就是 月经越来都不来 必经的现象 这种人就是所谓的 肾气比较不够 肾气比较不够型的 那它就是很明显的 它的月经的期 越来越短 月经量少 甚至不来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能要考虑说 是不是它有肾气虚的状况 还有一种类型的疾病 也是发生在这种肾虚型的 叫做多囊性卵巢症候区 它是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卵巢两边 那每个月可能会排出 一颗成熟的卵子 但是它不排卵了 它有很多卵子 它充足 但是它因为它的 那个肾气不足的作用之下 它没有办法排出 一颗正常的卵子 造成月经失调 必经 这是属于这种 这一方面肾气虚的疾病 那么这个是经过调理之后 可以恢复的 所以其实旌旗上的问题 只要我们的身体脏腑 平衡了之后 都可以把它变成正常的 没错 那只要适当的调养 再加上你生活做起的配合 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我想观众朋友 这个疏口调养 就有点像我们的旌旗的保养 那我们下一阶段 再跟大家分享 旌旗要如何保养 做对旌旗护理 可以抗老防病 那么旌旗护理 可能有很多人有迷思 是不是已经在旌旗的期间 一定要喝什么生化汤啦 似乎汤啦 这个我们就请彭医师 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好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旌旗以后 要补贤 就是要是不是要喝似乎汤呢 大家都会想到说四五汤 我去药房抓一下 其实这个四五汤 它是真的对我们调经补血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药材 但是你要看你的体质适不适合 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讲到 血热型的人 他是已经体内在发炎 在上火了 那四五它其实属于比较温补 补血促进血液循环的 那你在吃这个时候 反而会造成他的血崩的情形更严重 那这种人的人 就是等于你吃的火上加油 就不要吃 是 不一定是四五 连人生这种都不适合 是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血虚型的人 他就可能比较适合吃这个四五汤 是 而且他吃的时间 大家可能 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不太确定了 那四五汤呢 我们说月经前 我们要补气 好 那经期呢 我们要去排淤血 那最后呢 我们要经期结束后 我们要调理的就是要补血 是 所以我们四五汤 它有调精补血的作用 一般建议是说 我们在那个月经期结束的时候 再来喝 再来做补血调精的动作 那我刚刚提到生化汤呢 它会是在经期的时候喝吗 对 生化汤它就是像我们坐月子也好啦 或者说我们经期间要饮用的那个排二路淤血 最好的一个食补两方 那它会不会有因为 譬如说您刚刚说 血热啦 或什么样的体质是不适合的吗 没错 刚刚讲的血热 它这种人已经 血液循环比较快 发炎的状况 那因为吃这种生化汤 有些人还 他甚至会在那个药材里面加一点米酒 去做那个促进血液循环 因为它要让那个子宫内膜剥落的 比较干净一点点 达到那个排毒的效果 所以你这种型的人呢 就是你已经血流量比较多的人 就不太适合在喝 生化汤它就反而会造成一个反效果 那在这样子有什么汤可以取代吗 其实你这个 其实我们月经期 月经来的时候 我们多少会 很多人会有一些那个情绪啦 或者说胜水肿啦 等等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 我们说金钱症候群嘛 月经的症候群 那我们可以稍微吃一点 甜食没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好的糖 黑糖 黑糖入肾它补肾 对我们经期的调养就很好 再来呢就是 它也有一个去浴身心的作用 那它又是高热量的 稍微可以满足一下 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复刻 所以它是就是月经期间 还不错的一个 调养方式 对 那您刚刚已经提到了 经期后 经期的正中央的时候 那经期前呢 可以做什么样 或吃什么样东西可以来做调养 经期前呢 这个时候其实它是身体内分泌的影响 它是最容易水肿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建议说不要太劳累 不要吃太咸的东西 也不要吃太寒 因为寒煮收饮 那预防你月经来的时候 它会因为你的身体呈现一个比较紧缩 子宫循环不好的状态 让你的经期也排不干净 这样就糟糕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就是经期来 如果正常女性应该经期都蛮正常 所以大概可以抓一下经期来之前 就少喝少吃您刚刚说的那些 比较冷的东西 太咸的 太咸冰的或是比较偏寒凉属性的那个食材 比如说瓜类 现在夏天很容易口干舌燥 但是对这种瓜类稍微少吃一点 是比较好的 那为什么不能吃咸的 咸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内分泌的关系 咸的东西它会让我们身体有刺激性的作用 吃太 这一点点咸当然是无所谓 吃太咸的话 它会影响我们内分泌 让我们水肿 人整个没有精神 那讲到这个食物啊 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饮食上的禁忌呢 我们刚刚讲到说 我们要少吃冰冷的含量食物 当然除了饮食上来讲 我们还要注意我们情绪上的调节 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 有一些是属于干预型的 所以一般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做点运动啦 听音乐泡澡 这个都可以舒缓情绪跟压力 注意情绪的调节 或是说大哭大笑或高歌一曲 这个都是很适合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 不管你是月经期间也好 或是月经前 那我们都适合在我们的腹部 做温热做调养 因为复刻呢我们最怕的就是寒 最怕就是代谢不好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就是用一些暖暖包也好 或是一些艾草去做我们 那个复刻温暖 步步温暖的动作 那平时的运动也不可少 艾草是酒的意思吗 艾酒对 我们可以做一些艾酒 艾酒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吗 可以啊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方便的器材 那我们不一定要直接放在肚子上 我们用熏针的也可以 那如果真的没有那个器材 不方便的时候 我们用稍微拌那个泡澡的方式 或者是用热毛巾热服也可以 哦 了解 那在穴道方面 有没有哪些穴道是跟我们的经期 是有关系的 那个复刻的一个很好的穴位 叫做观圆穴 观圆穴呢 它就在我们肚脐下横指 四个指头的地方 好 我们可以看 它就在肚脐正中心底下 四个指头底 这个观圆穴 什么叫观圆呢 它就是关注我们所有圆区 锁在里面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常常按摩它 让达到我们温通 我们复刻的效果 按摩的方式 你就用你的大拇指 轻轻按揉 每一次画压一分钟 就可以有相对的效果 那除了观圆穴 还有哪几个穴位呢 还有我们在脚上 有一个叫做三阴胶的穴位 那三阴胶呢 它在我们脚踝上 内侧脚踝上 一样是四个横指的地方 那它的按的方式呢 你可以一样是在用 我们的大拇指轻轻地 画柔按压 它一样有抗老的效果 所以这两个穴位 其实对女性朋友 是非常重要 又有抗老的效果 对 因为我们女生 就是以血来做基底的 我们的气血调养的好 滋润的好 气血循环好 它就有抗扰防病的效果 是 我想女性朋友 很多人可能跟 主持人一样 非常爱吃甜食 那我们就很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吃甜食 这在我们的 中医的观念 脏腑里面的观念 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灵呢 其实我们知道甜食 它是属于一种 很高热量的 那现在又很多 加工的化学物质 所以最怕的就是 这种加工化学物质 会影响我们刺激我们体内的内分泌 是 所以如果你吃这个甜食 有时候会让我们心情 虽然开心 但会比较亢奋 所以它影响的脏腑 是脾胃这边的吗 脾胃 对 主要是脾胃 可是脾胃 当然就是我们中医讲的 它是所有的 我们营养吸收 然后分送到我们五脏六腑的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现在小朋友 我们要节制一点 不能吃太多甜食 对 因为要吃的话 你可以吃比如说巧克力 有时候吃点巧克力 巧克力是比较好的吗 比较好的 对 比较好的巧克力 或者说你可以喝一点牛奶 或者说水果类的话 你可以吃香蕉 这个都是有入胜 然后它是 然后有含比较多好的营养物质 比如说色胺酸 它是可以镇静神经 让你气血循环比较好 所以它也是有点甜甜的 这样听起来还蛮开心 至少我们还有正常的苦巧克力 或是有点甜的巧克力可以吃 对 那今天非常谢谢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就是我们女性的好朋友 旌旗怎么样去保养 然后保养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健康 那也谢谢您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 那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